今年前11个月 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 2182亿美元 提前实现了5年前 我同普京总统共同制定的 年贸易额2000亿美元的目标 这是两个务事合作健康稳定发展的 一个素影 明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双方要以此为新起点 不断放大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的积极效应 继续在全面推进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携手前行 共同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提供 这次不是也有机会出现 从之后被探开 就不用再有机会出现 有机会出现 所在的展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